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一船或可装6000节火车排水量相当于7艘辽宁号,可在全球范围航行在古代,中国的造船工业始终领先于世界,正和下西洋率领数量庞大的战舰群。 到了近代中国造船业才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,而长期以来,中国制造总会被贴上廉价标签,特别是在技术要求极高的船舶制造业领域,中国制造似乎从来也不被看好,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,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极大改变。 中国的船舶制造业正在聚集着世界的目光,特别是国产航母,大型驱逐渐的建造工作,更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强大。 不光在军事领域发展迅速,民用船只的建造实力,也取得长足的进步。超大吨位的船舶建造工程让不少外国人,都佩服中国造船业的技艺精湛。 近日,天津号超大矿沙船,在山东青岛交付使用,该船是中船重工五船集团联手上海船博设计研究院,共同研发了新一代产品,制造的目的就是改善运力结构,降低成本,以优异的性能提高竞争力。 据介绍,天津号可以装载40万吨矿沙,一船货物可以装满6666节火车,是目前世界上最大、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型矿沙船,满载排水量相当于7艘辽宁号航母,去航里程超过5万公里,可以在中途不加油的情况下完成全球任意两岗之间的运输任务。 同时天津号还非常注重环保,在机舱和最后一个货舱之间,预留了液化天然气燃料、贯空间,可采用液化天然气驱动行驶,从而减少燃烧重油带来的环境污染。 在今年1月底的海上试航中,天津号50余项测试项目全部合格。 当然,天津号超大矿沙船,仅仅是中国造船业技术进步的一个缩影。 超大集装箱货船、LNG运输船都可以建造。 LNG运输船是国际公认的三高产品,是高技术、高难度、高附加值的集合,能在零下163摄氏度低温下云输液化气的专用船只。 被誉为世界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,只有中、美、日、韩以及欧洲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建造。 像天津号这样的超大矿沙船,在国际市场上也颇受欢迎。 据悉生产中的订单已经排到8艘以后,这也让中国制造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,推动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崛起。 而被国际社会一直推崇的日本造船业,却皆连因造价风波而形象大跌。 2013年,由日本三菱重工建造的9万吨级舒适号货轮竟然在大洋中拦腰折断。 断裂的舰首和舰尾在漂浮多日后分别沉没,随其一同沉没的,还有超过9000万美元的货物。 不过在海岸警卫队的帮助下,全体船员都成功救回,也算是死里逃。